人这一辈子啊 谁没有失败的时候 谁没有被困难击倒的时候 谁没有被人奚落的时候 谁没有被忽略的时候 我就没有 刚刚从你的朋友圈里感受到了力量 点开圈子之后 都瞬间泄气了 还要不要点脸了 要不要了 毕竟你已经达到了骗人的最高境界 骗自己 穿哥自欺欺人的心 我感觉又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简直已经出神入花了又没有 这样骑穿自己 又有什么用呢 脚踏实地点不好吗 这点我觉得这个穿哥 就应该像波波学习 波波同学 那可是相当务实的一个人了 不信你看到朋友圈就知道了 我想有个家 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 一个花园 一个游泳池 一个健身房 一个厨房 两个活动房 三个阳台 五个卧室 六个洗手间 足以 喂喂 差不多得了啊 该起床坐视了 英雄所见的月桶啊 哎呦喂 别看波波平时挺低调的一个人 这做起梦来可一定要不含糊啊 你真敢想啊 波波呀 住在这种地方 我觉得你就很有必要学习一下那些朋友圈里 分享了这条生活小腔门 保证你学会以后 受益匪险 那 给大家分享一个生活小腔门 在你找不到东西的时候 闭上眼睛 先想一下自己上次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在哪里 如果想不起来 就让大脑放空 舒服地躺下 然后 你很快就可以把丢东西的烦道给忘记了 刚刚按照你的方法试了一下 别说还真挺有效的 推荐 我刚刚闭上了眼睛放空自己 我都快忘记我是谁了 大脑放空躺下之后我就睡着了 还别说睡眠质量挺好的 一觉到天亮 等会 等会